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开打第四天出现戏剧性转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脸书上po文表示 同意派出代表团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和俄罗斯代表团会面 但同时双方还没有传出听火消息 加油站遭到空袭击中 从天而降的飞弹集中民宅 乌克兰全国正在抵抗俄罗斯入侵 从地图上来看乌克兰北东南三面被夹击 而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目前进攻大军已经有50%进入乌克兰境内 但迟迟没能达到战略目标 不论是拿下基辅或是切断西方援助都办不到 俄军打算动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原因之一就是进度不离藏 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 俄军进攻一天就要花费5600多亿台币 战争开打至今四天 也就是2兆2000亿台币蒸发 继续拖下去 俄罗斯恐怕自己就会受不了 如今乌克兰决定派出代表团和俄罗斯谈判 虽然能谈出什么谁都说不准 但至少为终结战争踏出可能性的第一步 三地新闻 中号报道